一个电池能够做多大呢 这是一枚纽扣电池 这是一枚5号电池 这是一枚锂电池 还有更大的吗 啊 汽车里面的蓄电池 以及大的你可能都有点 抬不动的电动车里面的电池了 还见过更大的吗 不一定了啊 要是我告诉你 一个电池可以大的像一座山 你会不会很吃惊呢 实际上就认一下 不是大的像座山 而是那座山本身就是一颗电池 我是火箭书 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 你绝对想不到的一些电池 以及它们到底是拿来干什么的 都要把山变成电池用来干什么呢 这个我们就要从另外一个问题说起了 那就是发电站发出来的 没有用完的电池被储存了起来 还是被浪费掉了呢 啊 其实都不算啊 正确的答案是发多少用多少 因为在电网当中 发电与供电是同步进行的 这样科学吗 我们来看看啊 一方面发电端很多时候都是在看天吃饭 除了烧煤炭的热电站 可以比较容易的根据需求来选择 烧还是不烧 少烧还是多少以外 随电站的风水期和苦水期 太阳能电站的白天和黑夜 晴天还是雨天 风力电站的刮大风还是刮小风 全都由不得人去使唤 这就造成了 有的时候发电量天然就会多一些 而有的时候则会少一些 但另一方面啊 并不意味着你发电量多的时候 用电量就跟着多起来啊 而发电量少的时候 恰恰也有可能碰上一个高温天 用电量一下子就飙上去了 怎么办呢 目前的电网只能靠预先规划 和动态调节来对两端做出平衡 这就是电力调度在做的事情了 可以看得出来啊 他们的工作量是相当可观的 但即便如此呢 随惨随消还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 那就是要么大量能够被用来 生产电能的其他人员 被白白浪费掉了 要么生产出来的大量多余的电能 无处可去 只能被所谓的备用负荷 也就是专门用来打酱油的用电设备 白白消耗掉了 多么可惜啊 为什么就不能把它们给储存起来 留到要用的时候再拿出来呢 难道储存电站中多发出来的电 就真那么难吗 没错 还真的不容易 主要是他们的规模实在是太大了 比方说锂电池整得很好用 但要用它来储存电站里面 发出来的电 嫌不说技术上有多麻烦 单说要用掉多少块吧 从经济上和环保上来讲 都不是一个理智的选择 那还有别的选择吗 其实一直以来都是有的 比方说抽水蓄能电站 它就是将水电站的过程给反过来 用电将低处的水抽到高处 以重力适能的形式先储存在那儿 等到要用的时候 再让它重新流回低处 推动发电机 将重力适能再次变为电能 其实跟电池的原理是一模一样的 只不过我们通常理解中的电池 是将电能转化为化学能储存起来而已 并且也没有那么大 大有错吗 难道用重力来储存电能就不能叫做电池吗 没有这个道理吗 要是继续沿着这条能量之间转化的思路往前走的话 其实我们还可以找到更多类似的储能方案 光是用重力就有好几种 除此之外还有靠压缩空气来储能的 靠飞轮来储能的等等 下面我们就分别来看看 先说用的最多的抽水蓄能 它最早于19世纪90年代 就在意大利和瑞士得到了应用 迄今为止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抽水蓄能电站是当前唯一能够大规模 解决电力风骨困难的一个途径 但为什么还是显得杯水车薪呢 因为尽管它有技术上成熟可靠容量 也可以做的很大等优点 可缺点也相当明显 首先是建造受地理条件的限制 必须有合适的高低两个水库 另外在抽水和发电两个过程中 都有相当数量的能量被损耗 储存效率只有大约60%到70%左右 非常不划算 还有一个缺点也跟地理条件有关 它一般都远离复合中心 不但有输电损耗 而且当系统出现重大事故 而不能工作时 它也将失去作用 你只要想想 要是手机电池不长在手机上 而是连在电线上 拖在其他地方难受吗 当然用重力来储能 可不止抽水蓄能电在一种 还有更直接的 有一个想法是 直接在地底下挖一条垂直的深坑 不过为了降低成本 通常是去找那些现成的 被废弃了的矿井 然后挂上高达几千吨的负重锤道井底 需要储存电轮的时候 就用电机把它拉到地面上来 需要释放电轮的时候 就让它往下落 把发电机给带动起来 显然坑挖的越深 挂的负重越重 这枚电池的容量也就越大 它的优势应该是受地理条件的限制 没有那么多 即便是在城市里面也能够办到 只不过现在还在技术验证的阶段 还有一种利用重力的方案 叫做轨道电池 这个比较形象 说白了就是把一列 能够沿着轨道爬上三坡的列车 当成是一枚移动的电池 列车向上爬就是在充电 让它滑下来就是在放电 原理什么的都是一模一样的 不过我觉得这是最有趣的一个 有趣到它甚至可以作为一个游乐项目 游客买票上车为发电做出贡献 这才叫真正的用爱发电嘛 好了我们再说说别的类型 压缩空气出能 就是利用多出来的电 把空气压入地底深处的天然岩洞里面 或者是山洞里面 等需要用电的时候 再将它们释放出来 推动发电及发电 说白了就是把山洞当个天然的高压气瓶 原理上也很简单 成本似乎也不高 可能难度最大的 也就是要找到这些合适的地方了 算是有点碰运气的成分吧 而且不光是运气会出来为难你 这个时候热力学第一定律 也显得不那么友好的跑出来了 因为空气压缩的时候会放热 而空气减压的时候又会吸热 要是你在一开始压缩空气的时候 没有把它释放出来的热 给一并储存起来的话 那么在想要把它放出来 重新变回到电的时候 就要额外找点办法帮它加热了 这在早期确实是个麻烦 人们找不到储存热量的好方法 只好任由它散掉 然后在释放的时候 必须烧天然气来重新加热 以免动坏发电机 这一来一去能量损耗相当严重 这又成为限制压缩空气储存的一道坎儿 好在最近十几年随着技术进步 热量能够被有效的保存和再利用了 这道坎儿也消失了 压缩空气储存看起来 也就成为了一个极有希望的方向 下一个很有希望的方案 是飞轮储存了 当然也可以叫做飞轮电池 它靠飞轮的加速和减速 实现充电和放电 飞轮电池中有一个内置的电机 它既是电动机 也是发电机 在储存电能池 它作为电动机给飞轮加速 当需要电能池 它又作为发电机给外设供电 此时飞轮的转速不断下降 而当飞轮空闲运转时 整个装置则以最小的损耗运行 飞轮电池的优点是灵活性很高 飞轮机组可以支撑单元型 根据需要组合成更大功率的装置 并安装在复合附近 这样既可以根据需求逐步扩展 又可以避免输电损失 但它也不是没有缺点 因为为了减少充放电过程中的能量损耗 主要是摩擦力的损耗 电机和飞轮都必须使用磁轴层 并悬浮在真空容器当中 这样才能够撑起它高达90%以上的能量储存效率 付出的代价就是高昂的制造成本 所以飞轮储能这块 未来的主要方向 除了继续研发能够提高能量密度的复合材料技术 和超导磁悬浮技术以外 就是在降低成本方面着力了 好了 我们已经说了好几种主流的储能方案了 抽水储能 深坑拉铁 轨道电池 压缩空气 还有飞轮电池 你也知道了它们的优缺点 当然除了这些也还有别的 只不过相比起来 它们跟现实离得更远罢了 也许你会说 你看今天我们只是依靠电力调度 不是已经把发电和用电协调的很好了吗 似乎也没有必要去发展这些巨无霸的电池 是的 这在以前 当我们更多依赖传统能源来发电的时候 问题还不大 但未来的趋势肯定是使用清洁的新能源 太阳能 风能 低热能 海洋能 等等 如果没有与之匹配的储能技术 就意味着我们实际上是无法有效利用它们的 所以看起来 一颗电池的大小还真的是有可能远超你的想象 我是火箭树 关注我 一刻不停 带你长知识 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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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